父母狠心将女儿放进了烤箱里 随后俩人相互对视 直接将烤箱的大门关上 关门声彻底惊醒睡梦中的女孩 一脚踹开烤箱的大门 从里面爬了出来 父亲见状 立马用50码的大脚 将女儿踩在地上 不管她怎样挣扎 都无可奈何 最后用胶带死死粘住她的嘴巴 强行将她拖进烤箱 硬生生将女儿塞了进去 尽管她的小手被卡在外边 父母根本不放过她 女儿在烤箱里大声哭喊 发了疯似地敲打着玻璃 恳求父母放过自己 可父母根本不在乎 依然用胶带死死缠住烤箱的大门 生怕她再次跑出来 做完这一切后 夫妻二人相识一笑 立马按开开关 随着火苗喷涌而出 一旁的父母却无动于衷 眼睁睁看着女儿被活生生烤死 好在关键时刻 警察破门而入 将女孩从死神手里救了出来 气急败坏的警员 对着男人疯狂输出 可一旁的母亲也不省心 拿着一把小刀 朝着女孩走来 好在警员反应及时 把刀夺走 一拳将其打晕过去 随后两人被带进警局 经过检查 夫妻俩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最后被送进了疯人院 警员翠花看着小美无家可归 便好心将她收养 殊不知 小美正是恶魔的化身 而她的恶梦也即将开始 女孩被父母强行塞进烤箱 然后按下开关 随着烤箱的温度不断上升 尽管女孩撕心裂肺地求救 奈何大门死活打不开 危急时刻 好在警察及时赶来 这才将女孩救了下来 她的父母被荡成精神病 送往了疯人院 警员翠花看着女孩无家可归 好心将她收养 殊不知 这个祸害会给她带来无尽的灾难 就在这天 女孩将马峰偷偷放在电话机里 毫不知情的男人接电话时 马峰竟顺着电话线 爬进了她的耳朵里 一时间 男人总感觉耳朵里有东西 甚至一个劲的嗡嗡作响 来到卫生间 她以为而是太多了 拿出棉签使劲掏了起来 结果竟从里面掏出一只马峰 看着手里的大马峰 这把男人吓坏了 把马峰小心翼翼放进了马桶里 然后冲了下去 男人觉得实在太晦气 赶紧来到洗脸吃洗把脸冲冲晦气 刚要擦脸的空隙 耳朵里又冒出来两只 男人吓坏了 赶紧打在地上 用脚踩死 随着马峰越来越多 她不停用毛巾驱赶 可这根本不管用 背上的马峰也正对她虎视眈眈 她小心脱下衬衫 连同马峰一起扔进了浴室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一大群马峰朝着她疯狂攻击 在她挣扎的功夫 一步小心滑倒撞在了马桶上 当场领了不要钱的河帆 翠花收到男友的死讯后 令她大吃一惊 她却怀疑 这到底是不是一场意外 就在这时 她突然想到 女孩的父亲曾经说她是一个怪胎 自从女孩出生以来 家里的老老少少 都被她无情地害死 现在想过来 她找到被关押的父亲 从她口中得知 小美被恶魔附身的事实 这个男人刚走进停车场 就发现一只恶犬在盯着她 狗是她最害怕的东西 吓得她掏出一把喷子 刚准备开车离开 那只恶犬再次出现 死死了 男人赶忙掏出手枪 一个小时后 翠花接到电话 收到了好友开枪自尽的消息 她深知这一切全是小美干的 遗气之下来到客厅 一把掀翻电视 命令她滚出家中 可小美依然不为所动 继续吃着爆米花 她走上前 一把打掉桌上的零食 一刹那 吓得脆花连忙回到卧室 锁上三道门锁 用家具抵住房门 可这依然抵不过恶魔的冲击 没一会功夫 大门就被砸得稀巴烂 吓得脆花躲进了床底 下一秒 恶魔又变回了女孩的模样 面对邪恶势力 翠花只能服软 她终于意识到女孩的可怕 来到精神病医院 找到小美的父亲 男人警告她 必须马上杀死女孩 这样一切才会结束 不然她的家人全部会遭殃 翠花彻底性 回到家中 她偷偷在小美的水杯里 放了大量安眠药 等睡着之际 将家里各个角落洒满汽油 一把大火将房子点燃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 但诡异的是 当看到前方的身影后 翠花彻底懵了 小美竟安然无恙地没有死掉 翠花彻底爆发 开着小汽车在马路上 以每秒200马的速度穿梭 朝着面前的大海就扎了进去 恶魔也现出了原形 殊不知 这个恶魔既然怕水 就这样 翠花阴差阳错地将它解决 而她也侥幸活了下来 这个故事告诉 遇到怪物不可怕 首先要采取有利的办法 嘿嘿 关注豆豆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